雞肉先炸過 然後大火爆炒 起鍋裝盤 撒上蔥花 看起來很美味 但被網友PO文抱怨 踩到雷 網友PO出餐點照 一份秘製雞肉 兩個小菜 一碗白飯 一碗湯 套餐169元 但肉太少 早紅 超貴 這份外帶份量超扯 179份量這樣 紫菜 蛋花湯 小菜 白飯 煮菜 扯 真的採雷 太扯了吧 網友點餐 採雷火大 尤其這一盤雞肉似乎裝不到一半 物價又這麼高嗎 我是覺得就是沒有到169份量 169太貴了 會覺得物價上漲了幾 對 太離譜了 店家網路評論 有不少人覺得份量偏少 整體份量中等偏少 口感好吃 但肉類份量稍少 男生來說偏不夠 需要多一碗白飯或麵 物價非整的時代還能接受 業者出面回應 雞肉處理過程很繁瑣 每一份都是秤重賣 一包都是固定每一份量 都是固定120克 每個人的感覺 應該個人的觀感不同 雞肉回來先處理 醃過後再高溫炸 炸了之後大火快炒 口味不少人喜歡 但再看看這個份量 外帶雞肉裝不到一半 恐怕視覺感受已經不滿足 記者黃宣許千愛森區小組 高雄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